我們騎了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騎到這個人野八海這個觀光區 它就是在富士山腳下的一個拍照點 然後它這裡有一些突破區可以走逛逛的地方 很可愛的一個小規模耶 對啊,富士山腳下的和尚村 在這邊也可以看到富士山 如果說沒有雲擋住的話 這裡就很多在賣一些富士山的周邊商品 到處都是啊 你在富士五湖這附近全部都在賣富士山的周邊商品 哇,你看 他們說的什麼? 很可愛耶 富士山腳下的和尚村 很漂亮耶 哇,在這個人野八海這邊有超多賣吃的 沒有半熟的 我去看一下,我買衣服多少錢? 兩千九 YES 算到了 你看我們騎上去省了五百塊 再來看這個游水口 好深喔 哇,好深喔 洞生七公尺耶 哇,泰洋在下面 我們現在要準備從人野八海這邊出發前往香根 那沿途我們會停留一些紀念品店 然後找一下吃的 那我們這樣子這趟距離呢 距離是五十公里 然後爬升的是八百 那會下降大約一千 欸,一千很多耶 有,有,有,我車會被燒起 八百也是很硬耶 沒上升一百我來休息室 好 我們前面呢 有一個陡坡耶 我覺得這應該比富士山最陡坡還要陡了 唉 好累,但是好美啊 看那個下滑好爽喔 像日本賽車遊戲的感覺 你說那個啊,台灣是第一啊 之類的 風景超好耶 我們現在到這個富士淺尖神社 很多人在富士山之前呢 就會來這邊拜拜 對呀,這個城市真的超級酷耶 深地泥啊 嗯 那我們要騎到香根的路上 我們先來玉殿廠這邊吃一下午餐 那我們去吃旋轉壽司 對 壽司啦 玉殿廠在香根的山下 所以我們等一下吃完飯之後要爬上去 所以好好吃吧 好了 我們買好了 因為不想被東西賺我好多東西就想賣 妳有想賣什麼嗎 剛剛 就是看到很多東西都覺得蠻便宜的啊 外面有一台錄影城 然後我們朋友他們買了兩個飛包 他們現在要換起來 他們覺得這兩個比較輕 而且那個飛有折扣的功能 所以他們要換一下 現在就在那邊直接換 剛剛還說可能不會買東西 對啊 剛剛還說進來十分鐘就好了 剛剛還說看看就好 好 我們現在呢 在最後 在Lawson這邊做了最後的補給 該把自己裝備補齊的人也補齊了 該把體力補齊的人也補齊了 對 然後等一下爬升是620左右 然後有22K 好 加油 香根 加油 香根 GO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準備前往香根囉 對 就是上那一座山 看到喔 那邊 差不多在我們剛剛出發之後 沒多久 就是一個走道 我覺得大概有10% 但是在這邊呢 回頭可以看到富士山 很美 好天氣的話 那邊就是富士山 好 繼續前進 走這裡 在接近山頂的這邊呢 有一間這個 Fuchini Cafe 這邊有那個 換腳踏車的架子 然後這裡有一間咖啡廳 對面就是富士山 可惜沒有開門 我們今天又騎到了晚上 其實我們今天原本預計不會騎到晚上 只是沿路買東西太久了 對 拍拍照啊 逛光街 就到了現在幾天 6點19 然後我們到了我們香根住的地方 這裡 哇 香根晚上真的是蠻安靜的 然後全部都是住宿的地方 我們從吃飯的地方騎過來 哇 那個山路 很多車 好像養的大道 比養的大道還要多車 對 蠻累的齁 騎到山頂上面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那個咖啡廳漂亮 正對著富士山 就是雲撥開就是有很明顯的富士山 對 那咖啡廳沒有開門 感覺不錯 過了那個咖啡廳之後 會有一個很長的隧道 那隧道就是記得要開後登 然後一陣下滑之後呢 還是有一點點的上坡 蠻大點的上坡 然後再找一下路 就找到我們住的地方 對 OK 好 那我們進去吧 等一下還要再找晚餐耶 糟糕 我們今晚最後的方案在這裡了 讚耶 我覺得不錯喔 也可以啊 嗯 就吃 要吃這也可以啊 我好餓 我們來開箱一下我們住的房間 那我們剛才討論一下 我們發現我們住的這一群呢 真的是比較偏僻 沒有什麼東西 如果說想要熱鬧一點的話 可能要找另外一群 那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騎腳踏車到這邊也蠻累的 也不知道等一下要去哪裡吃飯好了 喔 廁所 哇 它這就一個廁所而已 喔 所以洗澡還是去浴室 喔 住宿的話 泡湯的錢已經含在住宿裡面 因為它這裡也沒有附浴室 沒有淋浴的 然後它只是一個 然後它這裡有洗手台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住 兩個晚上呢 是五千七台幣 對 在香根這區 這個價錢算是還可以 但是我比較喜歡市區一點 因為在市區那邊 你還可以在湖邊那邊散步這樣子 這間飯店它的空間也是蠻大的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榻榻米 可以坐在這邊玩 我們這是兩張單人床 對 那我們剛確定好了 把行李都放在那邊 然後我們現在來 我們找了一間餐廳 在我們住的附近 就是下滑一點點而已 這間叫做人屋 然後我們進去看看 走 好香喔 我剛才看一下它的菜單 感覺不錯耶 這邊的餐點啊 都是定食類型的 然後還有一間餐廳 然後豬肉烤餐 然後咖哩烤餐 這種的 然後還有一間餐廳 酷 你們有沒有人 對這一次的單車旅行 有什麼心得啊 不會有下一次的嗎 我們下次單車還 那個北海道好不好 你要看天氣 對啊 找個好天氣的 對當然 當然好天氣的 夏天的時候 然後你們女伴還可以 那個 搭露營車 我覺得可以吧 露營車加 腳踏車的旅行啊 飛海道可以 我覺得 好啦 我們暫約一下啦 還有哪些 我們暫約 導播海道 好啦 各位 我們暫約一下下一次 在一起 好的 我覺得很好玩耶 雖然背背包有點重 但是其實我覺得 這個旅行方式還蠻好玩的 有新背包 可以了是不是 無敵 我還會再少帶一些衣服 嗯 其實萬一根本 沒有擦到 對啊你看我其實我吃完吃飯 一次之後就知道下一次 怎麼待 對 但我覺得旅行方式蠻好玩的 就是 就是走走停停 然後就看 欸這個店不錯 我們去運工工 欸那個風景不錯 我們去拍拍照 夏天衣服比較薄 對 所以只能夏天做這種事情 對 冬天的話可能會比較難一點 早安 今天是我們 算是單車旅行的最後一天 今天我們朋友他們要先回去了 那我們今天會在香根這邊再玩一天 再回東京這樣子 對 我們還會在這邊過夜 那今天有好天氣 今天會去香根幾個景點 然後還有幾個餐廳 那我們會慢慢騎腳踏車玩這個地方 今天有海天氣 希望看到富士山 那香根的第一個景點呢 就是這個香根神社 對 大家一定要來的地方 很有名的香根神社 這一路上我們騎腳踏車來 雖然是比較累了一點 可是很值得欸 很好騎欸 重點是這個 你看 你看那邊 你可以真的拍到在湖邊的鳥居 湖上鳥居 從我們住的那邊 騎過來大概騎了多少 大概騎了半小時 然後有一些緩上貨 你看都是大樹欸 然後又有很好的風景 然後旁邊還有紅 然後旁邊還有紅 好那我們現在騎到了下一個拍照 我們剛從那個香根神社這樣子騎過來 然後經過了比較熱鬧的香根市區 然後騎到碼頭這裡 這裡就可以看到富士山跟神社的鳥居在那裡 超好拍的 就是那個人行步道 或者是騎腳踏車也可以過來 這個到這邊的終點 到這邊的終點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拍到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也有很多巴士層在那邊 那邊也有巴士層在 很多明信片啊 或是很多人來拍照 就是拍這個景點 對 那剛剛我們找了一家在香根麵對湖岸的餐廳 這一間 Bikery and Table這一間 這一間呢在網路上蠻多人介紹的 然後一樓呢是賣麵包 麵包類的東西 然後你要吃果醬也可以在這邊賣 二樓呢就是咖啡廳 三樓它會有一些餐點類的 但也是麵包類的餐點 對那這邊呢就是正對的湖 就是有view 然後還正對的富士山 你看我剛剛看到這個 它有足湯的使用時間 然後就只有10點到5點 就是在這裡 好酷喔 那我們就坐這裡吧 然後我們在這個麵包店買了這些東西 包括三明治啊 果汁然後咖啡這樣子 坐在這邊吃 它就只有一樓這邊有可以泡腳的 最吸引人的就是泡腳跟這片湖景 超酷的 而且二三樓也是都有湖景 我們現在騎回到飯店 然後我們來這附近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然後順便來看看這邊有一個纜車 這個纜車桃園才對 它可以上去到上面然後跳往整個路 然後這邊呢也有可以搭海賊船的地方 對它也是一個海賊船艇靠站 然後纜車就是這樣子像貓籃那樣子的大小 蠻大的 其實我們在找晚餐吃 這附近好像沒有什麼晚餐可以吃 對 如果下次要住的話應該要住在湖邊 就是比較市區 有一些便利商店之類的那邊 對如果說不清楚的話呢 就搜尋Lawson 就是住在那附近那一區 那一區比較多餐廳 再怎麼樣還有Lawson 好那今天是我們在湘根的第二個晚上 然後明天要去東京市區了 那你第一次來湘根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我蠻喜歡湘根這個地方的 因為我喜歡泡溫泉 然後它這裡就是到處都是溫泉 就是溫泉村莊這樣子的感覺 可是因為我們住的地方呢 它是比較偏向山區旁邊比較沒有吃的店 就是像我們騎腳踏車來的話 就比較不方便一點 你要去到哪一個地方 它都是要騎腳踏車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的爬坡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找東西吃也是蠻不方便的 如果是下次還是騎腳踏車 或者是自由行沒有開車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住在 像是Lawson附近比較多東西的湖邊那一區 像我們今天晚餐呢 就是找不到東西吃 也找不到便衣商店 所以我們就是飯店的微波食品跟泡麵這樣 因為我們本來有看到幾家餐廳在附近的 可是因為今天是禮拜一 可能現在又不是旺季所以它就沒有開 如果是住在湖邊 或者是像我們早上去的那邊的話 那就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們今天早上去的那些咖啡店啊 它還有可以泡腳一邊喝咖啡一邊吃點心這樣子 還看著湖泊 對 好天氣的話 除了湖泊之外還有富士山的景物 超美的 香根神色也很漂亮 對 香根神色也是很經典 那如果說是香根跟河口湖跟山中湖 這三個地方 你覺得你比較喜歡哪裡 可能是河口湖吧 我也是 我也覺得我可能會喜歡河口湖 山中湖多一點 就是它真的是個很舒服的湖邊的一個區域 而且奇上富士山很好耶 對 那條路線很棒 對 河口湖我覺得真的超讚的 對 山中湖也很不錯 河口湖就比較像是 國際觀光客會會集的地方 對 富士五湖 就是 感覺富士五湖真的是 非常值得來的一個地方 而且 天氣好還可以看到富士山 就真的是非常美 然後非常震撼 非常壯觀的一個景色 對 明天就會去到香根的另外一區 然後我們就會大車回東京市區囉 嗯 那我們接下來還會到東京市區那邊去 逛逛走走 好 那就謝謝你們晚安囉 晚安 早安 我們現在要離開香根了 那離開香根之前我們還有幾個景點 還有幾個香根另外一邊的景點 我們會過去 對 在山上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爬一點山 對 然後到上面之後呢 去幾個地方 然後就會往下滑 對 去打車 今天是我們自立自強的第一天啊 要自己找路了 對 走 今天還是會有一點爬升喔 這樣也有 我們今天騎第幾天啦 記得嗎 第四嗎 那你腳會痠嗎 第四天啊 還是會有一點痠啊 我也是耶 每天都這樣泡子 對啊 雖然每天的騎乘好像沒有很多 可是還是會有一點痠耶 我們現在就是要往這個大永谷的方向 在香根這邊的山路啊 它在很多路段都會有一些小岔路 然後那些岔路呢 就算是那種 short car接近 然後就會比較陡 它就有分比較陡跟比較緩的路線 我們當然是選比較緩的走囉 緩的比較舒服囉 好滿足 對啊 走得太硬 想要太多體力 好我們現在下滑到香根這裡的 有一間麵包店叫做渡邊麵包 很可愛的一間麵包店 它從1891年就開始了 這間也是滿有名的 它是在這一區 另外一區 雖然在山上 但是很熱鬧 非常多飯店 還有點旅館 重要的是它有便利商店 這一區 而且我們剛剛騎這一區的時候 就整個就很有一種在 那種森林裡面的溫泉會館 很多間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對 這一區很熱鬧 如果選這一區也是不錯 妳就買一個這個啊 對 這個大概在路上 好 妳有覺得這邊的麵包 掛上香根的名字就很想買 而且這也是百年 就是百年老店 它就是一種老舊感 就很像是那個 我不知道 傳統的那種麵包店 我感覺滿像去 滿像是我們在那個 法國的那個甜點店的那個感覺 老店感 就是它那個麵包就是那種感覺 不會很花俏 對 都沒有花俏 那個麵包 但是要吃那個 草莓在上面 看起來也不錯 來 哇 這是什麼東西 好鮮喔 牛肉 這個味道 然後鮮甜的 比較濃郁一點 可以配旁邊的麵包 裡面有馬鈴薯 還有所有紅肉 這個麵包今天是法式 就是法式的麵包 硬度的 你看它連它這個甜 也難過甜 噢 難過我剛剛一直有法國的感覺 我覺得它這湯好好喝喔 而且它配麵包的話 就不會到太鹹 而且味道很好 然後它燉肉啊 燉馬鈴薯跟燉蘿蔔也燉得非常好吃 對 超香的 好想要這樣吃喔 等一下就燙到嘴巴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到這個 在這個火車站下面的這一間 咖啡廳 我們要這裡休息一下 我們趕快從那邊牽上來了 這裡很斜 對啊 但是這裡有個拍照的地方 很可愛 很漂亮 坐那裡 那裡有個位置坐耶 你看 還可以泡腳 又可以泡腳 只要可以泡腳都是好地方 不是很熱 我們要來的這間叫做 看Viu 哇 還有Pistar 對 在下面這邊啊 有一些咖啡店 它都可以泡腳 你看我們又找到一間 最可以泡腳的店 它這邊還要賣一些 像是類似文創小屋的地方 然後下面那邊還有一區 好 那我們現在西亞華到了香根草本站這裡 這裡就是非常熱鬧 很多伴手禮店啊 點點店啊 餐廳等等 這裡呢就是大家很多人會駕香根的大門口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 非常熱鬧 哇 這裡的車跟昨天的地方明顯比起來多很多 這裡很熱鬧啊 這裡呢就是整個香根的地圖 然後我們昨天就是住在這裡 昨天是在這一區玩 這個香根神社很漂亮 這個就是盧之湖 很多人會在這邊搭船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這樣上去到這個地方 這一區 這一區我覺得是蠻棒的一個住宿的點 然後這是登山車 登山車呢就會從這個小田園站 開始這樣開 開到這個香根湯本 然後再開開上去這樣子 那很多人的玩法呢 就是從小田園站這樣子坐車 坐車上去 坐車上去之後呢 再搭纜車下來 搭纜車下來之後呢 再搭海賊船這樣子 到這裡 到這裡之後呢 就可以再玩這一區 其實再玩的就是這裡區 這樣子排行程的話 感覺蠻順的 然後就是如果說 你們跟我們一樣要住在盧之湖的話呢 千萬不要住在這一區 這一區有非常多住宿的選擇 但是呢 要住在這一區 或者是這一區 這一區呢 比較熱鬧一點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去小田園 那也算是我們這一趟小辣車旅行的終點喔 然後接下來就是東京市區 也是會騎一下車的 就是在市區騎車 好那希望這次的單車旅行的路線 大家會喜歡 希望這裡要準備單車旅行的你們有幫助 那喜歡我們這一天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拜拜